對我來說最有意義的一個時間節點 就是在我從英國舉家回到中國進入政府 就是我終於到了這裡 有這種感覺 其實對我來說人生有很多的轉折 有偶然有必然 曾經有過這麼一段經歷 那是以流經歲月 我叫蔣彭舉 我是長州市副市長 分管、科技、文旅、體育以及創新興的園區 我是1979年出生的 在江蘇大學的大院裡面長大 我們成長的那個年代 全社會都在宣傳科技是第一生產力 所以從小的夢想我想做一名科學家 這個是07年 我當時提交的博士論文 大概250頁 主要當時就是做的一些蛋白質結構 博士答辯完了以後 實驗室同學送我的一個紀念品 下面有我的名字 然後這裡面就是這個蛋白結構的圖像 我在牛津相當於待了近六年 博士後我就留校了 實際上我的家人也來到牛津 和我共同生活了一段時間 從科研的角度 從生活的角度 能留在牛津是非常值得擁有的 其實在那邊待久了以後 越來越強烈的一種愛國的一種感情會上升 良緣雖好非久留之地 畢竟是其他的國家 也並不是自己的祖國 我還是很希望能夠回到自己的國家 其實我從來沒有想過要進入政府做這種管理工作 以前的理想不是這個 理想在發生漂移 在2009年的9月份左右 長洲對全球發了一個招聘的相當於公告 說你們有興趣的在海外的這些博士可以來投簡歷 我雖然是江蘇人 但是我對這裡的具體的情況是一無所知的 這個投簡歷不花錢是吧 先這個投出去再說 後來答辯的時候 有一個環節是參觀這座城市 當時我覺得這座城市還是超乎我的想像 就是覺得跟我自己的氣質可能會比較匹配這座城市 它是一個低調、謙遜、務實、創新的城市 很喜歡這座城市 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擇 可能隔了兩三天 就是通知我說現在我們正式準備錄取你 明天能不能上班 回國之前有憧憬、有激動、也有惶恐 把我自己實驗室每個角落再看一遍 知道可能不一定在主要從事科研了 其實我也不知道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未來 包括我的職業的選擇、道路的選擇 這都是前面沒有想到的 這對我來說是絕對的挑戰 在2010年3月份 我正式坐飛機去家回到國內 當天我就到單位報道上班了 那時候是我帶著我的父母和我的小孩直接飛回來 把所有的東西都打包運回來 當時還是印象深刻吧 這個一個節點 到19年就整整10年都是在長途科技局做副局長 這可能一開始有點學術器比較重一些 學者器 更多的可能先看資料啊 先了解情況啊 科技局的當時的局長就跟我說 你要多出去看一看 多去企業調研調研 多服務服務人家這些單位 這個我聽進去了 那時候跑的還是真的很勤快 有點像這個field worker 就是野外工作者 那時候他們寫的那些科研申報的材料 我基本上都是自己改 我曾經拎著幾十本 好多的申報書 一直跑到南京去找一些著名的科學家 一些專家去幫我看 我就坐著等 我說你不看完我不走 這個肯定是一個抓手 更主要的還是跟他們 我建立了一種互信 創業者 創新者都願意和我進行一個交流 告訴我他們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那幾年長州的生物醫藥的企業 創新的活躍程度有提升 所以我也越做越有信心 我在長州後來經過十多年努力吧 在國內應該說建立的第一個 純粹以創新為主題的國際合作園區 終於長州創新人 好多久 很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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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任何問題 有任何事 我們可以做到你的行業嗎 實際上 你認識我 長州城 認識我 很多年來 你是這個城市 對 對 這個純粹的一名科研工作者 到服務科技管理 這樣一個身份的轉變 是有一個漫長的過程的 這個科研工作 我覺得應該是用科學的方法 這樣做 這樣做 你們那個不對 就是我要跟你講清楚 那個肯定不對 這個不能這麼做 那麼管理就不完全是這樣 我優先選這個方向 選那個項目 你說這個有什麼一定的對和錯呢 其實不一定 國際科技合作 這一塊就更複雜 因為它面對的對象 就是國內和國外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管理方式 不同的人 事件的一種合作 這時候我需要 對自己做出的這些東西 做一個調整 我在這個過程當中 再學習 再去轉變 但是這個搞科研的這種邏輯 實際上也並沒有變 科學的思維還是在 我有一個那個思維導圖把長洲的創新啊 包括最近這個現在提這個現代旅遊業體系 是吧 那些東西我都做了一些思維導圖 這個叫已經養成的一種習慣 養成的一種邏輯 然後應用到了我現在的工作任務當中來 這個基本上隔一兩個月 肯定是要做一些升級的 每一個具體的項目 抓手都把它列出來 我女兒覺得挺好看 我19年從科技局 就轉崗到了長洲科教城 我下到了基層 下到了園區 我是服務創新的電小二 更多的還是在這個階段上完成 就是我到了園區 實際上對創新這個概念 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創新是不是局限於科研本身呢 不是 因為你要營造的是一個完整的創新環境和生態 覺得沒地方吃飯 那我要去找一個引進一個餐廳 說沒有奶茶喝 創業者沒有奶茶喝不行 咖啡和奶茶得給他備上 這個得引進這樣的要素 這可能以前並不是我的重點 我後來會發現這些東西都得做 我家離科教城 走路要15公里左右 我會花三個小時早上5點鐘出門 走到單位上班 我會一邊走一邊思考一些工作 也會去看市景的方方面面 哪怕是一個招牌上的一個什麼東西 我也會去了解一下 老百姓他到底在想的是什麼 他消費的是什麼 這個碼頭做得不是很紮實 太晃 因為土同老百姓他會覺得晃 年紀大的人 受不了 這條運河應該是我們現在保留的比較好的水系了 整個長洲它是沿著運河走向的 這就是古代的高速公路 我還第一次坐在這兒 楊松好 你們好 2022年的2月26號選舉結束 過來了 我也不知道我會分館文旅 叫我分館以後實際上 我還是有點發懵的 這個因為我可能更多的還是一個純粹的理科生 也比較宅 他到底內涵是什麼 抓手是什麼 我並不太了解 包括最近我們在研究二次元 我還問他們 我說這個群體是在哪裡出現的 過去十幾年來吧 在政府工作當中的一個深切的體會 一個是用腳投票 第二個你做出來的事情 如果他不喜歡 其實後面你自己也很難推動 那與其這樣不如先去了解他們到底想幹什麼 長洲正好別稱是龍城 網上青年朋友說的一個梗 叫騎著恐龍去上班 從去年開始 長洲推出了共同共享自行車 恐龍地鐵 恐龍巴士 打造這樣一個畫的符號 正好回應了老百姓的一個 有一定調感性 但是又很有願望去看到這件事情的一個梗 這兩年的群眾性的文體工作 做的還是有一些亮點 我們的演唱會音樂節 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包括Live House 我自己去現場去看來 兩個當然我不是去看演出 而是我去關心他們的安全和秩序 他們的體驗我會去關注 音樂節這個特殊的門類 23年數據上面是全國票房第一 八成以上都是外地人 各個城市都在希望有這樣一些流量 我們其實也當然希望 但是能不能最終在流量之後 變成這個所謂停留的流這個概念很重要 我們的著力點還是吸引更多的青年人到長洲來 我們來看一看這座城市 其實對我們更希望的是 人家能夠最終選擇在長洲創新創業 在學習工作 要麼就是自己做一番事業也很好 我的這個文旅工作很重要的是 支撐城市創新的這個文化和氛圍的 城市是要一直發展下去的 不是說一天兩天的事情 要長期的高質量發展 這個應該是下班路上的 今天還好不算太晚其實 您有意見最晚到家多少年 那肯定是到第二天 有的時候肯定你們就是 你飛機完了什麼的也很正常 文旅體育包括我的黨派的很多活動和工作 會有做不完的事情 哪怕空下來都會有 你既然坐在這個位置上 就要承擔幾份責任 我志工黨是在13年 從一個純粹的一個業務工作者到黨政幹部 特別是黨派和群團的負責人 有很多的這個沒想到 但是也是一種覺得 突然之間有了一個平台 來實現自己的理想 長中我是來了以後 就是打算在這扎根坐下去 就因為全家都過來 包括我的父母 哎呀這個青春離我已經遠去了 我們更多的是經歷過青春 經歷過芳華 我想我的任務是這個 創造一個環境 我們要讓更多的年輕人 正在享受青春的人 去實現自己的芳華 Flynn就做到了 經歷過芳華 capable的 他也不斷 總是有種的 事長